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要唱歌跑掉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赛场的100位女嘉宾 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苗宇 来自辽宁沈阳 我的交友宣言是 如果你喜欢我 我就是你的哆啦A梦 她一出场 我就怎么特别觉得 像我们哪一个女嘉宾以前的 真的 这那种脸型特别像 想不起来 彩牙 不可能 你长这么俊 怎么能像她呢 她长得也挺漂亮的 好 来 咱们有请Mr.Ride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水无量》登场 好的 来 我们欢迎苗宇老师来请全场亮灯 苗宇老师看了《三水无量》 有没有找到第一眼看上去就特别喜欢呢 嗯 有啊 好 好了吧 好了 好了 好 为什么要选她呢 嗯 感觉她应该挺温柔的吧 挺温柔的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最匹配的女生 她是谁 河南嘉宾最匹配不是 14号 周一夜 来看一下她俩匹配总分76分 基本情况69 兴趣2号72 12颗星特点73 婚姻价值观71 记住了14号周一夜 理论上最匹配的女生 好 姑娘们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苗宇先生在你们眼里的 第一眼印象究竟怎么样 好 开始 周京 你什么情况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特别不喜欢男生 穿五颜六色的裤子 哦 好 好 你自己要求小清新 就让别人也没有办法 去五颜六色的裤子 其实我生活当中 也喜欢单调一些的颜色 这叫什么颜色 他们有说这个叫 绣 褶石 褶石黄 不是 他们说是那个秀色 20号 居上仪 这叫什么颜色 褶石 褶石 没错 真的没错 褶石是吧 我是蒙的 好 来 您评点一下它这身 跟我很搭 都很搭 哦 不 跟我的衣服很搭 跟你的衣服很搭 你就说它应该是穿你上面这一件 你这叫什么 橘黄 橘子的颜色嘛 橙黄 对 差 哎呀 真是 来 22号 蔡阳 那个我想是我像男嘉宾这么帅 又这么有品味的男生 简直就是越来越少了 尤其一上来就夸我漂亮 简直就是百年难得一月 然后我 真漂亮啊 对 我们就是大欧痛底下过海 井河边上挂过财 青山绿水永不改 天尼女就是转 好 你嘴那么小 我怕你喊这么大 那嘴压受得了吗 尤其我俩还有夫妻香 好 然后第一轮 也就是第一印象 我也没有态度 想说我只想说一句 男嘉宾 你让他好帅啊 谢谢 谢谢 我妈妈说了 就得找一个喜欢的工作 这样我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的时间 就是开心的 还有让我遇见喜欢的人 一样一定要嘴那样 我晚上七点再到 转天早上七点的时间 也就是开心的 这是蔡妈妈要求的是吧 真是个好妈妈 了不起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 可以随时灭灯的环节 看看生活中的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开始 大家好 我叫苗宇 我现在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表演老师 主要教孩子们表演舞蹈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艺术的男孩 我自己学了各式各样的舞蹈 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是所有老师都觉得我特别舞蹈的天分 我喜欢舞蹈的那种伸展性 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进入大学后我学习了音乐剧 我还特别喜欢唱歌 例如《沙宝亮的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残留 香肖在风起雨后 无人来袖 我还喜欢观察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事情 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 我觉得那些动物的表情 真的挺神奇的 我还喜欢平时的时候模仿一下它们 例如小狗 小猫 大猩猩 鸵鸟 生活中 他们觉得我这是现实版的多蕾梦 我的包包里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沾毛器 手电筒 刮毛器 针线包 这是平起子 如果现场的女嘉宾 你也喜欢多蕾梦 请为我留灯榜 我就是你的多蕾梦 我始终觉得她上来她像一个人 终于知道她像谁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不相信的话把那个片段再调回来 你就看她刚刚从那个房间里头 咚咚咚出来的时候 你看她像谁 而且呢 我告诉你 这位女嘉宾来自下矮系 王淳 特别像她弟弟 来来来来 给你弟弟再站一下 来来来来 好 你看看 来来来 你看她俩在一起 向王淳 来 21号 王子腾 我刚才看VCR的时候有一个点 特别特别特别吸引我 你是学过音乐剧是吗 对 然后我从就是中国 有两部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剧 就是金沙和蝶 我都看过不止一遍 你看过吗 金沙看过 真的吗 对 哎呀 那你会唱里面的选段吗 那我唱一首那个 金沙里的天边外 好的 好 她轻轻唱起来 宛如天来 让我的梦似翅膀 心似海 心似海 深入尘埃 深入尘埃 天边外 她早已不在 好 好 谢谢 好开心 就是那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唱得不错 3号 3号 许淼 灭顺灭灯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 阳光的这样一个大男孩 但是刚刚在看微信的时候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您跳舞的那一段 我觉得把您身上 极有的那一点男子气概 给跳没了 其实那个舞蹈 我跳了有起码四种吧 14号周一夜是最匹配的 同时也是学舞蹈的 看到她跳的这个舞蹈之后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那个从你开场 以及VCR中我留意到 虽然你没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是从你的舞姿来看 我觉得非常有 芭蕾王子的风范 26号 梁思维 本身我也学过爵士舞 然后当我看见一个男生 跳爵士舞跳得比我都好 然后这样的那个时候 我就有点 hold不住了 你如果说不喜欢爵士的话 我可以跳别的舞蹈吗 那下回有机会的话 你给我跳一个爷们儿一点的舞 Ola 3号 郊悦 就是现场的女嘉宾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跳舞的男孩 可能是有点稍稍的温柔一点 但是我觉得跳舞的男孩 特别的有魅力 我从小也是学习舞蹈的 然后是学习民族舞跟古典舞的 然后我对那个唱歌好听的男生 我女生也特别的喜欢 然后刚才你唱歌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心跳马上到停止了那种 我也是那个辽宁沈阳的 他俩是老乡儿 男嘉宾我会为你留灯到最后 到最后的希望你关注我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考问这个环节 我们来看一看在感情方面 我们的男嘉宾都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有请Mr.Right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谈过几段恋爱 二加一次 怎么解释这个加一次 前两段意义上是真正的恋爱 因为我们都是相互喜欢 另一段呢是因为他喜欢我 而我不喜欢他 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因为是那个 我跟朋友打赌吧 完之后就是觉得他挺漂亮的 完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和他在一起多久 半年时间 你后来有向他坦白吗 有 后来他也都知道了 其实我特别感觉对不起 对不起他 之后他其实后来也挺理解我的 祝你好运 讨论完毕 年轻的时候比较好胜 玩了一段感情游戏 其实这段感情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 五年的感情经历 对 后来因为他喜欢上了别的男生劈腿了 之后可能我心灵上吧 可能打击比较大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 而且就是感觉各方面都特别特别的优秀 没想到他还真答应我了 他其实那个时候之前他就挺关注我 他也挺喜欢我 之后跟他表白之后吧 我觉得实在实在是对不起他 之后我们也 就是你对他没感觉 我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就是跟朋友之间打了一个赌 找着他 之后后来我跟他坦白之后吧 我们还是好朋友 其实今天说出来吧 我也很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来 提问开始 你因为朋友的一个赌注 就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半年多的时间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你喜欢你的人 而且你对他一点爱慕的意思都没有 你不觉得这样稍稍有一点不负责任吗 我觉得这是不是代表着 您对爱情的态度不谨慎呀 那个时候我刚才其实也说过了 是因为我之前那个五年的感情 五年的女朋友 可能说心灵上吧 那个时候可能心灵上有一些小的扭曲 我一直觉得 你不是说当时是因为跟一个 谈五年的女朋友分手吗 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分开总是有原因的 就算他无论劈腿也好 被别人什么那个奸人所陷害啊 还是什么的 任何原因都有可能 但是属于你的人永远是属于你的 不属于你的人 他走了那就是走了 那么我前两天就是有几个人 在我的微博下面就是聊天 然后两个人对话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要上去把某某某牵走 你信吗 然后下面说我不信你打赌吗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赌就赌 我就要去把谁是谁牵走 然后就好你去吧 不会是你吧 这个绝对不是 现在我其实这个打赌的事儿 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觉得 一句玩笑话 可能就是爱面子啊或者是怎样的 男生比较在乎这些嘛 我觉得朋友哥们之间 我们就可能谈一谈谈一谈 觉得这个女生真的不错或者怎样呢 那我特别想知道打赌都要有一个赌注 那你们当时说你要去把这个漂亮的女孩 那个追到手做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赌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赌的呀 赌的是一顿饭呢 又一顿饭呢 好吧 谢谢 虽然我对恋爱的态度那个二加一词不敢苟同 但是刚才你也解释了 那是事出有因 然后但是现在吧我就特别好奇 你一直在说自己是哆啦A梦是吧 对 哆啦A梦有一个特别无敌的口袋 你知道吗 就可以变成好多的东西 是是是 对 刚才你也说了 你有一个特别无敌的哆啦A梦包是吧 对啊 但是这个今天来录节目的话 我那个包没带来 那你能变出最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 只要你想到的我都会为你变出来吧 那比如说呢 你曾经变过最神奇的东西是什么 吃吃饭的时候 那个饭桌上没有什么没有瓶起子嘛 之后我居然把瓶起子从我的包里掏出来 他们就特别特别的疑惑问我 这瓶起子是你从哪拿来的 我说我从我自己家拿来的呀 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玩的 你觉得自己有魅力吗 我觉得自己有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就是包里那么多东西 是不够自信吗 还是没有安全感 可能是那个 就是感觉可能强迫吧 强迫症 我觉得你的那些东西 你所谓的哆啦A萌包 更多的是为你自己而不是女朋友 因为我目前没有女朋友 所以准备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我会根据她的需求 准备她想要的东西 因为之前也有一个男嘉宾 像您这样类型的 他是用化妆 然后包里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我包里没有化妆品 只是少化妆品而已 那些东西好像就是 我生活用品比较多 一个男人干干净净的不好吗 为什么放那么多东西呢 这一点我可能不是太能接受 好 谢谢 来 请留灯的各位姑娘选择 来 七位当中你要选择 留下三位 灭掉四盏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30号 9号 6号 三位 用一分钟的时间 向男嘉宾再一次的表达 你为什么要为他留灯 男嘉宾我想每天听你唱歌 每天看你跳舞 我愿意做你的粉丝 男嘉宾您可以教我跳舞 然后也可以给我唱歌 然后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唱歌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跳舞 笑容和阳光 希望就是以后都可以看到 好 谢谢 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的话灭掉其中的两位 只能留下一位 告诉我她的号码 我想问一下那个李嘉妮 嗯 你觉得生活当中 你最缺少什么 我觉得我就需要一个 你这样愿意带一大包东西 出门的男人 好 回答得很简单 嗯 告诉我哪个号码留在上面 只有一个 6号吧 6号 李嘉妮 李嘉妮 21岁本科 会计在大连 男生身高要在1米85以上 男生要能够接受我发嗲撒娇 喜欢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来 我们看一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号 孟婷娇 孟婷娇 22岁大专 自由职业在大连 不接受喜欢冷战的男生 喜欢自己做生意的男生 男生一定要有事业心和责任心 好 来看一下他们两位 跟男嘉宾的匹配分子 苗宇和孟婷娇匹配总分67分 基本情况85 外形81 兴趣92 个性29 苗宇和李嘉妮的匹配总分62分 基本情况91 兴趣54 个性49 家庭77 婚姻61 好 这就是两位姑娘 期待一课之前 你还有问题可以问他们俩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选择 我想问6号女嘉宾 还想问她 我的身高你能接受吗 我喜欢穿高跟鞋 后来我崴脚了 我以后就再也不想穿高跟鞋了 我愿意为了你 我愿意穿高跟鞋 好 来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李嘉妮是为你留灯的 表明她100%都愿意为你 跟你一起走 心仪的姑娘孟婷娇 由于是自己灭灯的 所以你要牵她手的话 她可能会拒绝你 但是也可能会跟你一起 牵手离开这里 苗宇 倒数5秒 5 4 3 2 苗宇 请选择 我现在离开 自己离开 对 好 来跟两位握个手再见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的 因为刚才6号女嘉宾说的那个话 也是之前我那个五年的对象 跟我说过的 之后她说她愿意为我一辈子 都穿平点鞋 心里面感觉酸酸的 可能还没准备好吧 好 没关系 看到那个亮灯的摄像机了吗 来 如果愿意的话 就对你那个除了五年的女友 说几句话 虽然我们平时很少联系 可能说现在 我也很少问你感情上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有没有心仪的 但是 我挺珍惜那段感情的 我觉得那段感情可能是 最纯洁的吧 初恋的感觉 希望你幸福 来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苗宇到该牵手成功的时候 突然发觉 原来她还割舍不掉 五年的那段恋情 我也没有办法去怪罪苗宇 并不是说 你为什么在来到这个舞台之前 不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没关系 我们在来到这个舞台 已经选择了重新开始 但是通过这个舞台的接触之后 你又发觉自己应该 或者说不应该去丢弃 以前的那五年的恋情 我也祝福你能够重新开始 能够重新找回 五年前丢掉的那段感情 三十位姑娘 我代表你向她们道歉 也感谢她们的陪伴 加油 苗宇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不要约会时 从来都自己拎包的女生 我不要会修电脑的女生 我不要不会花钱的女生 好 来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叫万勇 Kerry来自成都 我的爱情宣言是来这里 遇见美好的你 有请Mr.I等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大家好 万勇 你好 您好 看了 那你告诉我 你心仪的是哪一位 来 说一说 选她做心仪女生的理由 刚刚过去的那一刹那 然后 然后看过去 我想应该这就是 这应该是我想要的 来 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女孩 她是谁 河南嘉宾 最匹配的是 16号 张宪睿 张宪睿来自天津 和万勇先生的匹配总分是71分 基本情况82 外形69 兴趣71 个性62 家庭64 婚姻价值观80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三岁姑娘 来看看万勇先生 你对她第一眼印象 究竟怎么样 好 来 请选择 我知道男嘉宾应该是一个很有学识 很有内涵的人 但是实在是抱歉 男嘉宾的这种装束实在是接受不太了 这个非常大的西装包住了您的手掌 并且包住了您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翘臀 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个西装 配了这条裤子 还有这双鸡蛋的这个黄色流鞋 实在是抱歉 你不就是说我们这个稍微长一点吗 对 我们可以把它卷上来 没问题的 对 我不瞒你讲 刚刚在那个台上 你下来的时候 我看两个袖子空荡荡的 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OK 哎 你这样子就好一点了 对对对 这是不是好一点了 对 好很多 如果要是我们在稍微的那个 是时尚一点 要我把脱掉的人 OK 时尚一点 不是这样就不太好了 清明哥 这没有问题啊 对 现在很流行就休闲的 你问旁边的19号居上仪 对对对 这样穿是不是更洒脱一点 嗯 还有点啰嗦 有点啰嗦是吧 你说我 这是刚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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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样 能把裤子提一提吗 裤子提一点 她提不上去啊 26号 智慧 那个就是那个身高的问题 你倒1米8了吗 不到 肯定不到 那这站一块多别扭 没有啊 了解 而且还有 你那个卡在皮带上面的部位 有点太突出了 那个不太匀称你知道吗 你应该胖也要胖得跟我一样 肥而不腻是吧 好 谢谢 来 29号秦岭 突然觉得 前面我爸好帅啊 虽然你挡住了他的身材 但是那个前面我爸 还是露了一张脸给我 现在你们两个男人同时 其实站在这个台上 我其实更想多看看他 然后就实在跟你擦不出任何火花 然后女嘉宾就想说 男嘉宾不是我的菜 我估计你也不是我的菜 因为我都这个体型了 我就不想吃特别肥腻的 然后祝你幸福 谢谢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来看一下VCR 开始 大家好 我叫万勇来自成都 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工科IT男生 在没有出国之前 生活千天一律 每天就是上班 下班 吃饭 睡觉 后来2008年碰到一个机会 去欧洲的Brasil工作了差不多三年 参与到欧盟27国政治税系统的开发 在欧洲工作期间 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对我个人改变蛮多的 尤其是我的想法变了 11年的时候我选择回国 和老外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我的角色是技术总监 现在无论是从收入 还是从个人的成就感 都比原来要好上很多 Terry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Terry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 在我认识Terry的过程当中 Terry从来没有灰心脏气的时候 Terry从来没有放弃 友好的人 很幽默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的英文非常好 平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四处旅行 去过巴黎的塞纳河 也去过法国的普罗旺斯 也去过希腊的爱琴海 这次来到我们约会吧 希望可以认识美好的你 一起旅行在护照本上 盖下属于我们一起的印记 IT男人身边应该不缺 许许多多的IT女吧 或者说理工女吧 但是我感觉她们都生活 比较没有情绪了 然后做事比较呆板 因为从高中开始 因为文体科分班嘛 那个时候身边 就是各种数学很好 天天这样子不修蝙蝠 然后整天涮啊血啊的女生 所以我感觉跟她们在一起 生活会不说想要那种生活 特别没有生机 对对对对 呆板是你做的 好 那我想就是问一下 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很漂亮啊 还修蝙蝠吗 非常漂亮 那我平时还喜欢就是做一些甜点啊 然后自己喜欢就是做现磨的咖啡啊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还算有情绪吗 有 对 现磨咖啡对 其实蛮有讲究的 可能 你听我说就是我先撑料 然后再抽履 然后再定容 哇 真的很好 那你能知道我的主修是什么吗 呃 酒店管理或者 我是主修应用化学 好 自身典型的理工女一个 也有例外了 也有例外了 太好了 我要为理工女平反一下 来 22K 其实那个我 也不是男嘉宾的错了 就是我看男嘉宾去那个国宝旅行 从一般都去国外 我特别不喜欢去那个国外 我一去国外我惶恐 我怕我去 我其实说实话英语不太好 我老怕后来出去了 没法跟人沟通 买不了机票挥不来了 还有就是我以前也有个男朋友 就做做IT的 就天天抱着电脑买上乱去跑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要是跟电脑调合理 你先救谁啊 他犹豫了一会儿 特别严肃地告诉我说 先救电脑 我问他为妈呀 他说你还能铺腾一会儿 电脑直接就沉下去了 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吧 你的生活观对我来说太乐观了 刚刚你朋友说了 你永远是特别开心 特别幽默 特别向上 永远是特别积极的 没有烦恼 你的人生就跟是黄色和红色的组合体一样 但是我的人生需要蓝色 需要黑色 需要白色 所以我觉得咱俩不是很合适 然后祝你找到你心仪的一位 3号 白小帅 其实我是挺希望 我和我的另一半 就是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交集的 但是您说你是IT男 我发现这个就是我束手无策 没办法说能跟你有一些什么交集 去学个Java呀或者C语言 我对这些东西特别不擅长 所以只能把灯灭掉了 好 最疲惫女生 16号 江仙瑞 男嘉宾VCR里面的表现素养跟态度 都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让我觉得可以灭灯的点 所以想继续观察一下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进入大拷问这个环节 有请Mr. Right 考问开始 你最羡慕的男人是谁 邱启明老师 为什么 因为邱老师每天可以站在这里 面对100位女嘉宾 你的身边是不是异性很少 可能我身边全部的异性加载起来的话 还没有到白吕强这一组女生的 一组女生的数目 你的梦想是什么 做一档相亲节目 站在邱老师的位置做主持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阴阳要平衡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我能深刻地理解你那份艰辛 和你那份的梦想 也期待着你早日的梦想成真 来 刘东的姑娘们 提问开始 19号 剧唱仪 你说你羡慕主持人这个行业 尤其是相亲这个节目对吧 那你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面对众多女性 从而了解众多女性 而跟自己的另一半 长久地相处在一起 还是希望你也成为 别人羡慕的对象 我的想法是说 来到有机会做这种主持人的话 相亲节目主持人啊 我是希望多了解一些异性的想法 然后可能会对自己 跟另一半相处也好 婚姻生活也好 有很多的借鉴的作用 会让生活过得更好 我想问一下 您的爱情观是什么呢 我的爱情观 应该说有相同的生活轨迹吧 或者叫相同的一些生活的一些 一些想法 其实你还真不知道 站在这个舞台上 做主持人的那一份心理煎熬 当每一次看到人家牵手 两个人开开心心走的时候 你那个内心你就 等你站在这个台上你就知道了 希望有机会 真的是羡慕 我觉得男嘉宾挺适合的 我觉得您的性格挺好 挺适合做这个相亲节目主持人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别的男嘉宾上来 就不会觉得主持人抢风头了 23号 胡威力 其实您说您最羡慕的就是邱老师是吧 您可能就觉得邱老师在这个台上面 对100位嘉宾的幸福 但是您看不到就是说 他在这儿一连就占10多个小时的辛苦 了解 了解 应该幕后的更多 可能不只是站在这边 可能台下要做的功课 或者刚出刀的时候 可能付出的艰辛会更多 这个我有了解 对 您在那个VCR和大拷问里面 就涉及了您自己的很多问题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您到底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应该说首先是演员 因为你也知道 首先两个人你要去认识 就是说外形她至少在刚见面的时候 还是占蛮高的一个权重的 一个比例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你们两个相同的生活的一个环境 或者对生活的态度 刚刚听你和其他女嘉宾的对话 就是说选女朋友注重演员 那你觉得我对你来说有演员吗 您很漂亮 对 您很漂亮 对 也很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 对你没有演员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生活中 接触的女性连这个约会霸 这个白女强就是都没有这个数量 是吧 对 就是一排就是25个的数字都没有 都达不到啊 对 因为很明显啊 我们这边还算好的 因为隔壁有一家公司 他们整个公司大概做移动互联 手机游戏的一个公司 他们全公司只有一个女生 你接触那么多那么少的女人 如果将来就是你有女朋友了 随便一个别的类型的女人 这一接触你 你会不会就觉得很新鲜就跑了呀 当然有个方法了 是一个老前辈跟我说的 他如果你真的想 那个就老婆愿意的话 你们可以尝试做生活在国外 因为那边人特别少 不要说女人 人特别少 所以方圆几公里 开车半小时 你可能能碰到一些小动物 所以就不会出轨 您说你身边的女朋友 女性朋友不是很少吗 那你介意您的那个女朋友 身边的男性朋友 会比较多一点吗 这个没有关系 总得对自己有点自信吧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他要是跟那个男性朋友 一起出去逛街啊 聊天啊 吃饭呢 你会介意吗 告诉我就没有问题 哦 那您是个口是心非的男人吗 不是 要新人感嘛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最后的女生选择阶段 请留灯的姑娘们做出最后选择 来 四位 你要灭掉其中的一盏灯 这有一点为难啊 有一点为难 但是最终你要只能牵走一个 所以也没什么好为难的 好 我把这个 好 可 可 规则容许只剩一展吗 能 能 哦 哦 我 这 谢谢 哈哈哈哈 谢谢 对 要大方一点 好 谢谢28号赵月 哦 哦 哦 我有点小压力 要不我退回来吧 哦 有点小压力 小压力 好 随你 好 随你 好 来 请影响师把2号和25号的麦打开 两位 再次向男嘉宾表达一下 你为什么给他留灯 开始 就是我没什么别的可说的 我相信我自己的演员 相信我的缘分 也相信我自己的相信 谢谢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用那个歌声来表达自己 唱一段那个I saw me 关注我的意思 王菲的 我唱高潮部分 好 好 希望你能关注我 谢谢 谢谢 真的很优美 好了 这两位你只能留下一位 告诉我留下谁的号码 25号赵美龄 25号赵美龄 24岁本科 网络小说写手 在北京群搞文艺男青年 破IT界精英 好 我们加个破 不然的话感觉弹不下去了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25号赵美龄 对 缘分天注定啊 你还有话要说吗 很高兴可以遇见美好的你 希望可以一起走遍很多地方 对 好 去吧 先走你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 很高兴的 对 对 恭喜 恭喜两位 谢谢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去相信很玄的东西 什么缘分偏注定 但有的时候在现场发生的事情 真的就应验了这句话 但是我更愿意把男嘉宾的那一份话 拿到这里来做最后的总结 很高兴遇见美好的你 祝福两位 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约会版 你可以在十一家园交易网报名 同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报名热线 07318287125182871261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牌 另外在节目当中签署成功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一千元的礼品一份 另外如果男嘉宾的新衣女生 和最匹配的女生是同一个人的话 而且两个人最终牵手成功 他们就将获得爱情圣地 马尔戴富岛的甜蜜之旅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不会开车的女朋友 我不要约会时穿运动鞋的女生 我不要会煮饭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欢迎你 这场的女嘉宾以及主持人好 我叫陈竹怡 我的爱情圣言是不用考虑 就放心把你们下半辈子交给我吧 好 这个承诺真的是很动人 但是能不能感动各位 就看你们最后的缘分了 来 有请Mr.Ride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来 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来 让我们用全场晾东的方式来欢迎陈竹怡先生 大家来猜一下她的年龄 我觉得男嘉宾看起来只有18岁 不过我估计节目组也不让18岁的上 成人了就可以 真的吗 当然 那我就猜18岁 我觉得男嘉宾看起来像18 20 但是几名老师让我们猜肯定不是这个年纪 我往老一点猜我猜33岁 我猜26岁 我比较喜欢26岁这个年龄差 猜对了不能白猜 有骂奖励吗 有 一个很大的礼物 好大的礼物 那我猜30 30 真的有那么老吗 34岁差不多吧 你猜34呢 有这么猜人家的吗 我没记错的话 王辰 你今年只有24周岁吧 我25周岁了 来 你站到王辰旁边给我看一下来 对 你还对着镜头 你有没有喊婶婶啊 其实说心里话 从外形上来看 气场上来看 你做她的小姨是可以的 不不不 我想要的是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啊 男朋友 男嘉宾 我不需要一个外甥呢 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 我32岁 她实在是长得太缓慢了 王辰长得太着急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心仪的姑娘了哈 喜欢她哪方面的 大概的 我喜欢皮肤白的女生 皮肤白的 对 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干净 你说武丹妮长得不干净是吧 也不是这个意思 她也蛮干净 蛮阳光的 但是她黑啊 但蓝天就更没办法说了 她黑成这样了你看 不会啊 我家的电灯还蛮亮的 照得到 但是人家蓝天说她走的是国际范 对啊 你是不喜欢那种小麦子啊 不是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只是太健康了 比较不适合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女生 她是谁 困难嘉宾最匹配的是 9号 张欣杰 这位女嘉宾来自 世纪佳园交友网站 张欣杰 9号 你们俩匹配总分76分 外形80 兴趣爱好75 个性70 婚姻76 女嘉宾 女嘉宾 那你稍微看我一下行吗 我一直看你耶 没有 没有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睡着了 你眼睛要睁开哦 好 没有 因为我是笑眼嘛 一笑就没有眼睛了 很正常 对 好 记住了 这就是理论上最匹配的 来 30位姑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对陈祖怡先生 你们的第一眼印象 请选择 虽然男嘉宾喜欢皮肤白的 但我觉得我的皮肤也不算黑 因为我喜欢个子高的 所以不好意思 以上往来 听出来了吧 可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本来我看到你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喜欢听台湾腔 然后呢 你又说你不要会做饭的 对 这一点真的很好 可是呢 你嫌我黑 我还嫌你矮呢 对不起 那个是我的引导问题 也没有嫌黑了 他就人家就喜欢特别白的 这就是一个个人爱好嘛 晚上在家里头 还可以省点电什么 对不对 我们也都有两个原因 因为您真的非常优秀 我已经隐约能感受到我左右两边姐妹那种战火姿 很怕被她们电到 然后另外一个是 刚猜年龄 您32岁 我猜您虚岁33 猜对了 你没有给礼物啊 那我现在给吗 给什么 我想要给她一个拥抱 等会儿 你站着 让我走过去 恭喜你又认了一个弟弟 这个灯灭得很直 男嘉宾不错 我喜欢 谢谢 男嘉宾不错 我特别喜欢 这个你不得给个拥抱是吗 你要小心了啊 你给不给 你不给我打你女朋友啊 男嘉宾你能见到她说什么吗 你不给我可打你女朋友啊 不 我就只知道她一直指着我 可是后面我真的很认真在听 我只知道你也没人 等 你 你不给我拥抱 我打你女朋友 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所以你 没关系 不是儿呢 对 你这个梗也没走出来 台北人不懂 对啊 台北人比较不幽默啦 不错 我喜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生活当中的陈祖怡 她有什么样的爱好 她会不会吸引你继续为她留灯 一起来看VCR 你们好 我叫陈祖怡 从台湾的台北来的 然后我目前在北京从事的是副导 主要是跟跟户做联系 然后再把一些工作 分配给我优秀的同事 我最喜欢搞怪 然后最喜欢整同事 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别的痛苦之上 上星期我们三个同事一起去健身 健完身之后肯定要洗澡 我把这么一大罐的洗发机 不停地冲我的同事的头上到 他背对着我们 所以到时候都没发现 他一边洗 然后就一边抓头 抓头 抓头 洗了五分钟之后大喊 撑主意 撑主意 赶快来救我 我说怎么回事 我头上的那个泡沫一直冲 也冲不掉 当然对了他整个都疯了 不好意思 我到现在还没让你知道 因为那个洗发机 你一直从后面到 所以你到现在都 虽然我常常都会整人家 但我觉得我的感情 就像是吃法式的餐一样吧 可能一下子得吃个三个小时 一道菜慢慢的慢慢的上 希望我的爱情是 能够首先的认识 手牵手 看电影乐会吃饭 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来 跟我在一起 就不需要其他人的眼光 就我跟你两个人快乐就好 在工作上呢 我是陈祖怡的上级 但是她实际上 对我们经常是没大没小的 就不管是工作里面 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她都在释放着一个 与年龄不太符合的一个活力 我认为如果跟PP交往的最大压力 可能就是你会被人叫姐姐 那个我就看你平时在生活中 然后老整你的就是朋友啊 就是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 也会就是跟他有意无意地 开这种小玩笑吗 会 就是怎么开啊 就走路的时候故意伴他一下啊 或者是躲在暗箱里面吓他啊 我喜欢看女生生气 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啊 真的生气啊 那要是就像我这种就是 我来得快去得也快去 完全不会生气的这种 那这样好没挑战性哦 停 我生气了 我可是蛇精 你敢不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告诉你这一张可能不灵 这个人他看没看过葫芦娃 你有没有看过金刚葫芦娃 祖国大陆80年代 有一个特别牛的动画片 叫葫芦娃 是卡通的 卡通 你就特别像里面的葫芦娃 特别可爱 那你是说我胖哦 对 我夸你呢 哦 谢谢 谢谢 不就只 好 谢谢 那个在动画片里面 我们是一对哦 好 我回去再看看吧 要相信缘分哦 好 好 相信白雪公主 跟那个皇后是一对吗 我不信 我就觉得香港 台湾的男生 脾气就是好得有名 听说就是女朋友 无论怎样对他 如果碰上蔡羊那种呢 他只会有一句 你想怎样 然后碰上琉璃那种 要咬你的也就只有 好 你想怎样 是不是这样 不然你想怎样 那你觉得我跟你站在一起 会看上去像姐姐吗 不会啊 那我可以过来站一下吗 很明显这个舞台上只有18号 林梦杰站在他旁边能般配 哎 您好 好久不见了 哇 好配 太单配了 太配了 天哪 陈祖怡 你说 你说说感觉 你觉得这两边 哪个跟你会更配一点 这边 这边好 太阳好 因为我是会被他拉着走的 他力量比我大 对哦 再站过来一个 这两个 这两个你看看来 左边是姐姐 右边是侄女 我觉得10号女嘉宾 很棒 好 紧紧从外角上说匹配 这个世界上应该会有很多圆满的婚姻 但恰恰都不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从内心里头来挖掘一下 看看男嘉宾对于情感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有请Mr.Ride大拷问 拷问开始 你的身份愿望是 趁我现在还年轻的时候 赶快生一个小孩子 因为我可以把他打扮得跟我一样 跟我穿一样的球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行为 你更希望要个男生 还是要一个女生 我比较喜欢女孩 当我的女儿的话 我会把她当成小公主来照顾 而且我希望她以后 能够跟我未来的太太 穿着一样很可爱的小裙子 你今天是来找辣妈的吗 对啊 找一个基因不错的辣妈 拷问完毕 看个男嘉宾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匹配了 因为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做一个懒妈 然后我经常幻想着 跟自己的老公 然后临情小朋友 然后穿着那个亲子装是吗 在大街上走那个画面 我就经常幻想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 特别地合适 哎 像这样的气质女孩 你是什么态度 要比认真再更认真的对待 为什么呢 她就像是一个公主一样 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 哪怕是说有人去拔她一根头发 这都是不OK的 不行 会找这样的吗 会 也会的 会 小姨 问你啊 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还是渴望找一个爱的人呢 还是只是为了就是生小孩呢 找一个爱的人 找一个爱的人 先有爱才会有孩子吗 你期望当中的辣妈 她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要有耐心 因为小孩子通常都不好教 那其他的外貌特点呢 你不需要她有什么样的好的基因呀 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那男嘉宾 我要告诉你 你这点考虑得不够全面 一定要考虑到辣妈她的基因好不好 人家都说呢 相隔距离越远的 然后两个人生出来的孩子又越漂亮 我强烈推荐一位我的好姐妹 野欣欣 她除了是我们野鹤那巴士之外 她还是一个混血儿 真的 本宫的阿玛和鹅娘 是吉林和山东的混血儿 这个好像太古老了 我比较喜欢现代偶像剧 就是我的妈妈 是我爸爸吧 他就是 他就是吉林和山东的那个 所以我是混血儿 好啦 好啦 那姑且相信你是吧 我也是混血儿 我是中日混血 台湾的台中混日乐坛 你建议嫁到东北来吗 我不是娶老婆吗 不是嫁哦 就是你建议娶到东北来吗 可以啦 没有问题 只要聊得来的话 那个都不是问题的 好 太阳了 我们得那个语言上得先那个 没关系姨 我为你说普通话 首先我想说如果单从基因的方面 考虑咱俩简直太合适了 因为你想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漂亮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只有这么一个优点 虽然我不是混血儿 但是我觉得你的孩子可以是混血儿的 因为天津跟台北还是挺远的 连芝拉的飞机都没有 不会 我觉得天津给我的感觉蛮亲切的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炒那个糖炒栗子 但最重点是你要会播哦 因为我每次播都播不开 是吗 那你赶紧嫁过来吧 到时候方子厕子我爸妈厕 九西千我厕 你只要厕个厂就可以了 听懂了吧 这就可以了 我只知道最后就可以了 在这明媚的春季 我许下三个愿望 一愿是清平 二愿身强健 三愿领老前 鼠语均相见 谢谢 14号 吴栗敏 我觉得大家各位都其实有一点 误会男嘉宾对知音的要求吧 像那种外表神马的都是浮云 如果智商不好才是硬伤 但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嘛 那我觉得我就脑子吃谁还可以啦 因为我是那个独理工科的嘛 然后那个同纪毕业了 四年里面念了两个专业 一个是应用化学 一个是国际贸易 然后平时我也会试弯试得好勤快 然后做甜点也做得很好 然后也会煮咖啡啊 就是你觉得我还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就是你太聪明啊 这个也是缺点嘛 对 因为女生不能太聪明 有的时候得 可是我基金真的很好 你要不要拿一点诗包 去咽以下那个染色体 好 你是担心太聪明的女生 对啊 因为我本身比较笨嘛 明白了 我给你找一个 11号 琉璃 我就是就是比吴栗敏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比其他女嘉宾再稍微聪明一点点 也就是恰到好处 你觉得这个OK吗 OK 看 OK 祖姨 我很生气 好好看看我的名字 我才是你真正的小姨 我给你来一个 宝岛台湾最著名的歌曲 我爱泰哥 泰哥爱我吗 对我来说林之音算什么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喜欢我这一款吗 不好好实话没有朋友哦 不喜欢 来 一直冷酷的19号 居上仪 我没有任何问题 但往往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气场不对路 气场不对路 好 你看看这位 你欣赏这样的女孩吗 他话太少了 他可能真的是辣妈啊 可是平常没有沟通的话 也那个 他都不笑耶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活泼 会比较好 16号 张千睿 刚才男嘉宾说想生一个女孩 然后跟妈妈一样可爱 是男嘉宾比较喜欢 可爱一点的女生吗 也不是耶 如果当人家说你的小孩子很漂亮的话 那他只是讲普通话 就是场面话 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漂亮 一定要说可爱啊 好 陈主仪先生 他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就是希望能找一个辣妈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辣爸 然后生下来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你觉得适合吗 请选择 好 不错哦 你这七位当中 你要灭掉四感灯 好 去吧 快 三位 用最简单的语言 再次地向男嘉宾表白一下 你为什么给他留灯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赵丹娜 然后我特别喜欢男嘉宾 他很真实 然后我们应该没有文化上的差异 我们童年都没有看过葫芦娃 所以我应该蛮合得来 虽然我应该不算是非常辣的辣妈 可是我可以性格上变得比较泼 或者香辣去迎合你的口味 我不白也不黑 脾气也很差 但是我很喜欢你的笑容 谢谢 虽然我们年龄相距很远 但是我们的长相距很近 千万不要让我伤心 因为那里面住的人是你 好 告诉我哪一个留下来 我觉得刘一号吧 赵丹娜 对女嘉宾来自 世纪佳园交流网站 赵丹娜27岁 在读硕士 在北京 喜欢话多一点幽默一点 生活习惯比较好的男生 希望在便利度比较高的城市定居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6号 张宪瑞 张宪瑞22岁大专 平面设计在天津 不要无论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性质 都像复制一样的男人 希望父母亲对她的教育很民主 不喜欢打游戏的男人 好 来看一下 他们三个人的匹配分值 赵丹娜和陈祖怡匹配的总分58分 基本情况63 外形71 性质38 个性62 家庭71 张宪瑞和陈祖怡匹配的总分64分 基本情况71 外形86 性质42 个性32 家庭69 好 期待一刻倒数5秒 1 2 5 4 3 2 陈祖怡先生 请选择 或许我现在不是你想要的 但在这么大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够互相遇到 为何不给对方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特别正实的表现 然后你也很可爱 什么条件都很好 就是少了一点感觉跟心动 所以 对不起 我是想找一个大气稳重的人 没有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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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对 因为如果是自己选择的话 就不要轻易的放弃 谢谢你们 谢谢 辛苦你们了 谢谢 谢谢你来 谢谢 再见 会有那么有一点失望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还得再重新站起来呢 我很喜欢他说的那句话 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爱情这条路上 加油 祝你成功 想和心仪的他直接联系 手机编辑嘉宾姓名 到1066882009 获取嘉宾信息 就有机会 获得智能手机 和钻石情侣对接 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优惠版 您可以在西医家园交友网报名 同时可以拨打我们两部报名热线 07318287125182871261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牌 另外在节目当中 签手成功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每人1000元的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 另外如果男嘉宾的新衣女生 和最匹配的女生是同一个人的话 而且两个人最终签手成功 他们就将获得爱情圣地 马尔代夫岛的甜蜜之旅 还要告诉各位的是 从现在开始呢 现场牵手成功之后 并领取结婚证的嘉宾 都将获得一份厚礼 那就是由克拉海洋时尚珠宝帽 提供的钻戒一顿 另外还要告诉各位的是 下载湖南卫视电视互动手机客户端 呼啦加入我们约会吧 节目工会 有很多惊喜在等着各位 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的爱情最主张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喜欢穿透时装的女生 我不要喜欢玩网游的女生 我不要和朋友聚会 每次都要带他的女生 来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欢迎你 邱老师好 你好 各位女嘉宾好 我是来自大连的丁永文 今年25岁 我的交友宣言是 我从前不相信周末不定的爱情 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 来 也许您这个 没有能够训练出前三岁女生 来 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哎呀 掌声欢迎针永文 刘铭先生 你有没有仔细地看一下 刚刚从台上走下来的 各位姑娘 我可以再看一下吗 可以 为什么会选择她呢 感觉比较有范儿 挺漂亮的 好 祝你成功 谢谢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女生 她是谁 河南嘉宾最匹配的是 12号 王淳 王淳和定文 总分78 基本情况82 外形79 兴趣65 个性79 家庭72 王淳说说自己的爱好 我平时比较宅 不太是非常喜欢出门的那一种 很喜欢待在家里看美剧 看电影 然后很喜欢睡觉 喜欢吃美食 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牵着我的手去旅行 嗯 我也喜欢看美剧 嗯 你喜欢美食吗 喜欢 特别喜欢吃 然后经常会吃夜宵 你喜欢旅行吗 也喜欢 也喜欢但是一直没有人跟我去 对对对 就是差一个能够牵着自己手 去旅行的人 对 一个人没动力 好 记住了 理论上最匹配的12号 王淳 好的 来 姑娘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丁永文先生 在你们心里留下的第一眼印象 究竟怎么样 好 请各位选择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长得挺高 也很秀气 可是可能我从侧边看 我就觉得男嘉宾太薄了 然后我喜欢比较厚实一点的胸膛 所以就免贪了 其实我是肥肉比较少 但是肌肉比较多 我感觉整体肉 我都好像很少 12号 最匹配女生王淳 你会觉得她瘦吗 不会 我觉得男嘉宾 很显然她瘦 但是 但是 但是男嘉宾这种身材 属于看上去显瘦 穿衣服有肉的 就是不是瘦 绝对是精状型的 而且我觉得男嘉宾 站起来非常挺拔 而且闻闻而言很不错 谢谢 看看王淳 再看看男嘉宾 真的好精致 然后就是你特别像 动物园里的那种竹节虫 然后尤其是就是四臂张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好大只肉 然后我站在他旁边 再也不会显得我比较大只 男嘉宾 你好 对男嘉宾的印象 觉得是真的个子蛮高的 而且就是看到刚才 我跟李帅牵手下来 给您做了一个新型的手势 感觉男嘉宾很害羞 然后想继续再观察一下 谢谢 好 继续观察 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一起来看VCR 舞蹈对于我来说就是 生命中不可厚缺的东西 他现在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事业 同时这个行业大概有七八年左右 曾经在大连拿过一些有冠军啊 也有四强八强什么的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动画转移 父母是从小带我去学美术 上大学的时候 包括那个支援单 也是我父母给我填的 基本上我都没有看过 基本上在上大学之前 我都是按照我父母的意愿 有他们想让我走的路 然后其实我并不是很希望 做美术的办法 其实我做这行也是 手头也算是比较紧 大概也就是可以 但是满足自己的生活 很少会给父母一些回报 这点也是比较遗憾 其实到现在我的父母也不同意 我从事街舞这方面的行业 他们觉得这个跳舞 不算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 不能从头做到尾 这行做完之后还没有保险 然后老了之后也没有保障 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 所想的这些事情 所做的这些事情 可能也不会实现 也不会成真 但是还是希望去追一下 然后可能现实会很残酷 但是希望至少走过 至少不会留下遗憾 不会就是后悔当年 没有去追自己的这个梦 好 丁永门先生 现在是以舞蹈为自己的职业 是的 但是同时又觉得愧对自己的双亲 对 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2号 徐骏 男嘉宾 你好 我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很明确 我不接受任何搞文艺的人 我觉得生活不能没有情趣 但是闲情雅吃不能当饭吃 谢谢 14号 周静 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坚持的 我也不喜欢搞就是文艺的跳舞的 而且我觉得男嘉宾 非常不适合跳街舞 因为街舞是需要有劲儿的 然后刚才我看了你身材 就是真的不太适合 瘦不一定会就是没劲儿 是HIP HOP 这街舞的HIP HOP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你自己独创的 好像你有意地慢慢地 用各种肢体的 不是 因为那个好像是放慢了 是放慢了吗 对 实际上没有那么慢 我说这个功力太扎实了这个 那个慢慢地叫慢动 是跳出来特别累 特别累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那种舞蹈特别好看啊 来 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 我真的可爱 我真的可爱 好 谢谢 谢谢 16号 王子腾 因为我也是学艺术的嘛 然后就是追求梦想也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看你跳舞 有一种觉得胳膊和腿 都像是木头架子一样 有点不知道哪有点僵硬 然后我觉得再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说你喜欢的那个 心仪女生有范儿的什么 而且你又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你喜欢的不是我 我喜欢的也不是你 然后我还是灭了 10号李帅是练舞蹈出身的 是什么舞蹈 我4岁开始是跳民族 然后后来跳过一段时间绝世 然后不过我还挺 就是挺欣赏你的 因为我没有坚持下来 然后不过男嘉宾 还能一直坚持下来 但是我接下来的话 没有针对女嘉宾的意思 我只是说对懂的人来说 你真的特别有范儿 然后 哎呀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懂了 没有 就是说我们邹晶不懂了 不是 我没说 我就说 就说王子腾不懂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俩都不懂 对 你们都不懂 对 你们都不懂 要不然这样子让一个 就是个子特别高的 和一个个子 都等了 不是那么矮的 然后合舞一段 不是七五 来吧 我要的就是 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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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法法法 站站那儿 那海法 我从哪儿到游 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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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也不给哪儿 不问他 我绝对不到哪儿 我哦哦哦 我天生就这样 就这下 我刷的就是牌儿 我哦哦哦哦 谢谢 谢谢李克强 小燃跳起来好帅啊 女孩子要一帅啊 又增添了很多的魅力 好 我相信男嘉宾懂 就是我们这些爱跳舞 然后喜欢跳舞的人 通常都是以舞蹈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我们就来看看男嘉宾的 感情方面 多过什么样的经历 有请Mr.Ride大考文 考文开始 你谈过几次恋爱 我谈过四次恋爱 第一次分手的原因是 女朋友出轨 第二次分手的原因是 也是女朋友出轨 第三次分手的原因是 还是女朋友出轨 我还需要问第四次吗 不用问了 你懂的 就是 疼不上 你现在会信任接下来的女友吗 嗯 现在比较麻木了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悲催吗 不知道 还是问问现场 30位爱情导师吧 考文完毕 你这么一副俊朗的外表 然后四次居然全部是对方出轨 你确定身体没什么问题吗 身体很健康 很健康 这问题出哪儿了呢 最疲惫女生 12号 王淳 男嘉宾 今天就假装现在我是你女朋友 模拟一个生活上的桥段好吗 好的 我想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脾气的人 好的 假如说今天我们说好 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我没有跟你一块去 我跟别的男生一块去了 我现在看完电影回来了 你会怎么对我说啊 你今天上哪儿了 看电影啊 和谁啊 和朋友啊 男的女的 怎么了 朋友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照你的意思 我只能有女朋友 不能有男朋友了 那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好 今天一起去看电影的吗 你都没空理我 你每天那么忙 你那么多女学员 今天跳个舞 明天跳个舞的 就允许你跳舞 不允许我去跟朋友看电影去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今天不忙呀 你今天没有找我 直接就跟人出去了 什么意思 你不忙就让我陪你看电影 你忙的时候就把我亮一边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怎么不说话了 心虚啊 我 你怎么了你 我说错了吗 说话呀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怎么没跟你说呀 你那么忙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 我什么时候没跟你说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是我的不对了是吗 我就出去看个电影 你回来跟我上纲上线的 还是我没跟你说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你说话呀 我错了 你这四个女朋友是不是都特别强势 也不是 但是也有强势的 就是每次都会像这样跟你就疯 发疯 就是不管是谁的错 然后就肯定都是我的错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强势的问题 应该是男嘉宾就是 你性子太软了点吧 那你说我很强势 那你现场这么多女生 你挑一个你看起来温柔的 你让她给你试试 找一个温柔一点的好不好 就比如说刘琳就很温柔啊 我们两个在一块 从来都是我拿主意的 你刚说完王子彤吐了 15号 傅雨昕应该算是温柔型的 那个男嘉宾 那个你们有想一下 那你四次恋爱都是这样的 你们有想过自己身上 就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觉得也会有 也会有 就是人无完人嘛 我疑心病比较重 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之前会像以前问东问西 然后现在改好了 嗯 现在算是麻木了吧 男嘉宾 刚才你说 你将往后的所有女生 最后都是以外遇出轨告终对吧 对 那我就想知道 你这个选女生的眼光和标准 跟正常男生一样吗 其实我选女生就是 就是我之前的那些女朋友 就是不是说特别漂亮 或者特别性感什么的 就是很 就是 其实你在外面看就是很一般 但是就是很招风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还想问你 你在爱情里就是非常的 是百分百投入那种人是吗 对 百分百盲目吗 盲目 那我只能告诉男嘉宾 如果你真的是百分百投入 加百分百盲目的话 那你在爱情里 就是个爱情的傻子 这一点就是你的问题所在 你知道吗 你说他谈恋爱 他不百分百投入 百分百投入加百分百盲目 就是他只是盲目地拒绝 他觉得你去该做的事情 有可能那女生 一半是女生就真的有问题 一半男嘉宾你真的有问题 你好好想想 然后 您是可以接受出轨的对吗 不可以 那 但是因为朋友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段感情 想长久下去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有一些东西 也需要学会翻译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就从上台以来 四次被劈腿的男士 还能面带笑容的为数不多 你是其中一个 都是往事 现在难过也没有用 你选择了四个女人 同一个方式把你劈腿掉了 你绝没觉得自己有点问题 你不用觉得 你就是有问题 我觉得对一个人好 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男嘉宾你没有底线 底线是一个人的原则 你明白吗 做一个男人 要有自己的底线 这不是你的择有要求 而是我做人的原则 有些标准可以去修改 原则不可以动 明白吗 明白 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男人 我觉得这不是好 是你有问题 第二点 四个女人惯性同一时间被劈腿 同样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是你看人不清男嘉宾 对 因为还是那个问题 我陷得太快 所以说第五段感情 拜托你陷得慢一点 会 我刚才可能过于严厉了一些 但是我是真心为你好 钟言逆耳 谢谢 四次男嘉宾 不要抛弃自己的原则 同时擦亮你的眼睛 我相信你会幸福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 好 谢谢 宠女孩子没有问题 所谓的那个原则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 当然这个度 还是你自己去把握 二人世界只有你最清楚 对吧 对 好 各位留灯的女孩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1号刘婷婷 4号张鹤 27号李金沙 29号胡威力 第四位留灯的 来 四位当中要灭掉其中的一盏灯 留下三盏 去吧 谢谢 谢谢 好 请影响师把4号 27号 29号三个话筒推上来 请再一次地向男嘉宾表达一下 你为什么要为他留灯 男嘉宾为了 我蛮喜欢大连的 而且我将来想去大连发展 我知道你是大连人 那我去那边 我们两个在一起 也不用考虑毅力的问题 我觉得男嘉宾性格挺好 他也能对我好 我也会照顾你的 就这样 我特别紧张 因为我在舞台上 也不怎么说话 我比较不善言辞 但是我是真心实意地 想对你好 我觉得你特别让人心疼 我绝对不会像你之前的女朋友 一样那样对你 我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台上站得也挺久了 我在这个台上 我其实真的不是在选择 而是在等待 等待那个人 可以把我从这里带走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对了 谢谢 好 三位当中只有一位 可以留在这个舞台 请选择 27号 27号 李金沙 李金沙23岁本科 活动策划在成都 要求对方身高在1米80以上 年龄25到35岁之间 喜欢经济适用男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1号 刘玲 刘玲 21岁 本科 市场无经理在西安 单纯不单调的郁姐 希望对方有担当 有责任感 有霸气 身高1米75以上 年龄25到30岁之间 反感没有胸襟 不绅士不真实 太自我的男人 来看一下她们三个人的匹配分值 刘玲和丁永文的匹配总分是57分 基本情况71 外形57 性虚68 个性41 家庭背景51 李金沙和丁永文的匹配总分67分 基本情况83 外形60 性虚78 个性50 婚姻价值观69 你还有问题要问他们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期待一课 没有了 好 来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27号李金沙是为你留灯的 所以她100%的愿意跟你走 可是信仪的姑娘 11号刘玲是自己灭灯的 她有权利拒绝你 但也有可能答应你 期待一课到处5秒 5秒钟之后 请从向你想牵手的那位女生 5 4 3 2 丁永文请选择 谢谢 之前谢谢为我留灯 谢谢 但是就是我还是有一句话 想送给你 我觉得王晨说得特别的对 然后做男人一定要有底线 祝福你 嗯 谢谢 恭喜两位 谢谢大家 获得我们约瑞巴 提供的每人1000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还有每人价值1000元的 李几一份 谢谢大家 再见两位 祝福你们 她性格呀什么气质呀都特别好 我都特别喜欢 她是学舞蹈的 虽然我肢体比较会协调 但是我就是蛮 中意这种就是学舞蹈的男生 因为女嘉宾就是莎莎 之前基本上没有说过话 我也没有注意到她 后来的时候她给我留灯 然后给我说一些话 感觉跟其他的女生不太一样 我特别心疼她 我觉得对女朋友好 不是一件坏事 以后要生活在一起 对双方好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 无可非议 没有错 但是在二人世界当中 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 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每个男人都应该知道 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祝福两位 想和心意的她直接联系 手机编辑嘉宾姓名 到1066982009 获取嘉宾信息 就有机会获得智能手机 和钻石情侣对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电视机前您如果想 跟我们的嘉宾约会的话 想了解他们的话 请马上编辑嘉宾的姓名 发送到106695882009 就可以获取他们的信息 更有机会获得钻石情侣对见盒 三星的智能手机一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让号码滚动起来 3 2 1 停 好 恭喜这位观众朋友 获得以上的奖品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 克拉海洋时尚珠宝帽 实际家园交友网 实名制婚恋网百合网 你好漂亮集团 对我们节目的大理支持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 下载湖南卫视电视互动 手机客户端呼啦 加入我们运会吧 节目公会 很多惊喜在等着各位 提醒您一下 您如果要参与湖南卫视 微信活动的话 可以把您说的话 告诉我们的微信代言人 吴小慧 每一个我的 为你多爱一点 只求永恒有追 就算世界就要毁灭 我的幸福归碎 我会得向你宣言 向你宣言 向你宣言 在这里宣言 我爱你的心 我爱你的心 别 我是张子怡 我在找你 我在找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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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